熱票員一向以公務員和土生蒲人為主駕高天賜 也到公職局遞交提名委員會名單 高天賜說邀請到山塗斯做第二候選人 又說服務的對象是所有澳門人 陳麗靜報道 高天賜到公職局遞交提名委員會名單 他表示很高興說服到山塗斯作為他的第二候選人 又仿效美國總統奧巴馬以新希望為口號 強調澳門需要轉變 我本人有信心 但是很希望澳門人明白到現在社會需要一個轉變 需要多些獨立的聲音 夠膽發言和提出好的方案和真實 高天賜又說票員不會針對公務員和土生蒲人 而是要服務所有澳門人 澳門電視台記者陳麗靜報道